我先搖頭 沒關係 如果有同學不太習慣這種符號的表達 我們就寫teng.θ 它是什麼 我寫中文 它是任意的時數 因為可能有些同學 那個符號有點忘記 任意時數 我寫中文就好 teng.θ是任意時數 來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嗎 沒有問題喔 沒有問題的話 哎呀 我覺得明天我可能換算公式交過來 糟糕 這個 不知道能不能及時讓同學去考試 來這個進度問題沒關係 我們盡量努力 來我們現在喔 再談下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談完 今天大家就要下課了 日記 寫在筆記本上 三角函數的性質 你還記得幾個 第一個嘛 第一個叫做三數的性質喔 導演你知道什麼叫三數性質嗎 teng.θ 來他會告訴我 teng.θ 誰出於誰 sin.θ sin.θ 再除以多塔 cos.θ 對不對 好可是我們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時候是在哪裡 你學的 1-1嘛 1-1這件事情是對的喔 可是同學 現在這個角度是正義的角度 這件事情 它會是對的嗎 不 它會是對的嗎 你確定 有些老師說 這還是對的 然後就帶過去 就結束了 可是我現在問的問題是說 當θ是個瑞角 它是對的 你知道 我們有解釋過 可是現在θ是正義角 隨便什麼角度喔 幾千度幾萬度 角度是負的 甚至可能是0度90度 180度 270度 這件事情 還會是對的嗎 你確定嗎 真的嗎 I will sure 來我問一下 政勳 這樣還是對的嗎 加什麼東西 其實我覺得 同學我們試試看喔 你能不能去證明它 同學我問你 一切都從定義開始 同學teng.θ 根據 我們後來用座標來定義 的三角函數 天均叫誰 分之誰 s分之y 對不對 然後既然是s分之y的話 我們就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把分子分母 同出於多少 同出於r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分子分母 同出於r r是個正數嘛 上下同出一個正數 沒有問題吧 對不起 s分之y 我寫y分之y 抱歉 分子分母 同出於r 沒有問題吧 這樣可以 來我現在問同學 r分之y 是誰的定義 sin的定義啊 這是不是叫sin θ 來同學 r分x 這個叫什麼 cos θ 所以同學 我跟你講 在廣義角的三角函數裡面 當這個θ 是個正義角度的時候 tang是不是一樣 長得sin 基本上 對了90% 但是在某一種特殊的情況下 這個東西會出狀況 有沒有人知道 在什麼情況下 以前在瑞角的時候 同學 不管是sin還是cos 都是邊長的比子 分子分母都是正的 所以不會出現沒有意義的情況 可是同學 tang如果寫成sin除以cos 請問分母可不可以是0 不可以 但是 cos有沒有機會是0 有 請你告訴我 cos在什麼地方會是0 0度 對不起 90度或者270度的什麼角 同界角 在那些地方是不是都是0 所以同學 你要告訴我 這個東西如果要有意義的話 它其實後面要有一個條件 你的cos θ 必須怎麼樣 不等於0 唉唷 cos θ 要不等於0才可以 那cos θ 不等於0 如果用中文來解釋的話 叫什麼意思 代表說 這個θ的中邊 不能在什麼軸上 y軸上 很好 同學都可以轉換這個問題 θ的中邊 不可 在y軸上 好 我想 這樣子解釋 應該已經非常清楚了 我再強調一次 很多學生他只是背下 他說 喔 這反正什麼角度他都對 θ就叫 sin cos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觀念不清楚 你問他 你確定所有的角度都對嗎 說不出外 好 所以這件事情 同學這樣講有沒有清楚 平局叫 sin cos 不可以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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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同學那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後來學到第二個性質 我說這個很重要 同學 sin 平方 加上什麼 cos 平方 θ 一定會等於多少 1 在對角的時候他是對的 當θ是任意的角度的時候 他也是對的嗎 mark question mark 他是對的嗎 你怎麼知道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 任意角度的時候他也是對的嗎 因為很多學生他就這樣學 他說喔 反正都對啊 都對就記下來就好了 我就開始做題目 可是你能解釋嗎 這很簡單喔 畫一個圖就知道了 來 這個是s軸 來 這是y軸 我現在隨便舉一個例子 假設這邊有一個第二項線角 來 這樣子 這樣過來 這個叫θ 這樣可不可以 來 這裡早一點叫做p p點多標叫做誰 sy 從這個p點往so做一個什麼線 垂線 那個op長度叫做r 這樣寫 可不可以接受 好 所以同學你在這邊會看到一個東西喔 這裡會看到一個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一定會買什麼定理 b是定理 所以從這邊你就會看到 x的平方 加y的平方 一定會等於誰的平方 r的平方 對不對 你用圖形去解釋 應該可以說服自己 s平方加y平方等於r平方 可以接受嗎 好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改成題目的這個東西 你就很簡單嘛 大家都除以誰 也不能知道都除以誰 都除以r平方就好啦 都除以r平方 你從這邊就可以得到 來 r平方分之x平方 可以寫成r分之x的平方 r平方分之y平方 可以寫成r分之y的平方 括號平方 r平方除以r平方是不是1 來 大學 r分之x是誰的意義 cos 所以這個地方它就會變成cosθ的平方 加上r分之y是誰的定義 sin 加上sin平方θ 是不是等於1 所以同學我跟你講喔 當這個θ是個任意的角度的時候 sin平方加cos平方 還是會等於1 這件事情依然是正確的 沒有問題 所以以後 這個東西你可以直接用 沒有任何的限制 這樣可以嗎 而且它會不會跟剛才一樣 出現無意義的情形 不會 它沒有出現無意義的情形 任何角度都可以使用 好 講到目前為止 可不可以接送 可以喔 可以的話 紅偉幫我看一下我們頭影片 我們快帶一下頭影片 來 回家記得要看我的那個 要看我的影片喔 好 那個1-2的影片我都放在網路上 CDC做到自己心血 請換到看法都21頁 21頁 21頁來我們來天空好不好 21頁最常利息3 而且 sin的0度是誰 大家一起講話 sin的0度是誰 sin的0度是誰 sin的0度是1喔 sin的0度是誰 0 sin的90度是1 180度是0 270度多少 -1 0的對面永遠是0 1的對面永遠是-1 cos的0度是誰 1 cos180度多少 -1 cos270度 0 10-10 這樣可以嗎 tang的0度是0 tang90度沒有1 0的對面永遠是0 無意義的對面還是無意義 這個沒有什麼 當時還都在解釋這個東西 同學你應該觀念有了解 可以嗎 你有沒有插入上來 我已經盡量講得很慢 好 那我們課本後面呢 接下來就開始去探索 這個正負的符號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投影片 來 Osin10個有沒有 這個 sin4sin10 那個財 好我們現在來看到水塘練習 這個水塘練習給他一個讚 一個讚就好 這種題目大概文組的考卷才會做 理主你就不要想 對 他的文組才會出現 他說 根據下列條件 指出θ是第幾項線角 來 sin是負的 cos是正的 同學第幾項線 文組的同學我就叫他這樣做 叫他畫圖出來 然後問他說 sin如果是負的 sin的加在第幾項線 1 2 負的話代表這個θ是3或4 就畫圖 然後cos是正的 cos的加是1 4 所以不是第1就是第4 同時要成立的話 只有第幾項線才放得到 第4項線 所以馬上看出來 這個θ是第4項線的 好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要繼續囉 可以齁 來第二小題 tangin是正的 cos是負的 欸同學 tangin是正的 你告訴我 tangin的加在第幾項線 1 3 tangin是正的 是不是第1或第3 來 同學cos是負的 cos負的應該是第幾項線 2或3 對不對 第2項線或第3項線 所以大家同時成立 要取交集 應該會得到第幾項線角 第三項鍵角,所以這個Z答就是第三項鍵角 簡不簡單?很簡單吧 很簡單的話,來特學請看到課本22頁立題式 22頁這個立題式 這給他兩個讚 這種題目文理組都會出現,類似的題目 22頁立題式,這種題目很常見 這個題目給他兩個讚,兩三個讚 這個題目怎麼說呢?cosθ是五三分之五 而且θ是第四項線角,求sin跟天均 這個題目做法其實有好幾種 但是我強調,同學用畫圖的最簡單 來,你先看一下我們投影片 他說第四項線,那你就畫一個第四項線出來 這很簡單吧 中邊上舉一點p,往s軸做垂線 同學你告訴我這個角度叫什麼角? 這一個幹的s軸的這個銳角叫參考角 那他題目說什麼? 題目說cos就是五三分之五 對不對?cos是斜邊分之什麼邊? 0邊 所以你可以把斜邊當13 0邊當成多少? 5 可是同學5、12、13 這時候這個對邊的長度應該是12 但是我們現在把它當成坐標 所以他應該是負的12 沒有問題 那他問sin sin的話你可以用斜邊分之對邊 就是13分之負12 或者單純用定義叫r分之y 因為這個p點的坐標 是不是x坐標跟y坐標都知道 r分之y就是13分之負12 那tangin叫做0邊分之對邊 叫做5分之負12 很簡單 來同學下面有個隨堂練習 我們現在距離下課還剩下兩分鐘 來這一題你先來做一下 現在做這個題目 下課請把它做出來 他說θ是第三向線角 而且sin是負的三分之一 我跟你說 有些同學在這裡就會一開始就會出狀況 你先抬頭看我這邊 來同學問你 sin的定義叫r分之y 這個r一定是一個什麼數 正數 所以你覺得r你要把它看成是誰 3 y要看成多少 負1 然後你用圖形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來請畫圖 畫一個定義向線角 第三向線角 所以你要把r看成3 把y看成負1 這樣可以嗎 第三向線角 畫出來這一題就準備得分了 畫圖 畫圖最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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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沒有畫圖 這個沒有畫圖 這個沒有畫圖 你接一步 就直接看 最後就30秒 我們把這題看完 其實我還是強調同學 不要會畫 來,這邊畫一個第三項線角 來,參考角式是這一個角 來,他說剩性卡是負的三分之一對不對 來,所以斜邊是多少?3 對邊這個是誰?負1 那這個長度,你用9-1開根號應該是根號8 但是他這個是代表作標,所以應該是負根號8 負根號8就是負的多少?2-2 這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當你這個三角形定出來之後 就可以回答他的問題 cos 斜邊分之零邊 3-2-2 所謂的斜邊分之零邊是要看這個參考角 這樣可以嗎? 然後,tangent theta 叫做零邊分之對邊 所以是-2-2-2-1 好,所以答案是多少? 做有理化之後,4-2 請問你們都答對了嗎? 好,謝謝各位同學 辛苦你們了,今天就請到這邊